8月23日,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全面批准为16岁及以上人群接种辉瑞新冠疫苗 这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全面批准的第一种新冠疫苗 目前,在美国1.7亿多全面接种新冠疫苗的人群中,有9200多万人接种了辉瑞疫苗 此前,美国紧急授权辉瑞、莫德纳和强生三种新冠疫苗 美国有卫生专家表示,希望全面授权辉瑞疫苗能够进一步提升民众对疫苗的信心,增加接种疫苗人数 美国铁纳西州中部8月21日以来面临创纪录的暴雨 不到24小时降下430毫米的雨量,打破该州在1982年的最高历史记录 在当地引发洪灾 目前,已知造成至少22人死亡,50人失踪 其中有一对7个月大的双胞胎婴儿是从父母的手中被洪灾冲走 搜索工作仍在继续 除了有数条道路因洪水及泥石流紧急封闭 洪水也冲滑大树、房屋、侵袭基地台和电话线路等 让当地灾民与外界失联 估计至少有4200人受停电影响 另估计有数以百计的房屋无法居住 当局预估伤亡人数恐再扩大 当地警方提到 许多失踪者集中在临近水势暴涨地区 美国总统拜登也对罹难者表示哀悼 并承诺会对包含田纳西州在内遭遇极端气候侵袭的所有地区 提供当地需要的任何援助 纽约州长库默8月23日晚11时59分即将离任 他当日发表告别演说 表示关于他性骚扰丑闻的真相终将水落石出 继续指责州检察长办公室的报告属于政治攻击 他也对民主党进步派反警反企业的主张进行了抨击 当最后一次说出纽约坚强时不禁哽咽 此外库默的高级助手德罗莎表示 未来库默不会再竞选公职 8月22日加州城县高速收费集体诉讼官司和解 将赔付超过2亿美元 其中约有1500万名司机将有望获得小额现金赔偿或罚款减免 2015年运营73、133、241和261收费公路的运输走廊机构TCA和运营91号高速公路快车道的城县运输管理局Octa被外界起诉 据Octa和解信息网站表示 违反通行费的人最多可以申请15美元 而其他大部分和解资金包括来自Octa的4000万美元和来自TCA的1.3亿美元 将用于对违反通行费处罚的赔偿 两家机构都将自动将付款打入申请者账户 但司机也可以选择退出和解 TCA和Octa正在通过电子邮件、信件等方式通知有资格分享和解金额的人 他们还在当地报纸和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广告 8月23日 阿富汗安全部队人员与不明身份人士在喀布尔机场附近发生交火 造成阿富汗安全部队一人死亡另有三人受伤 德国联邦国防军在推特上称 事件发生在喀布尔当地时间6时43分 喀布尔机场北美附近 美国和德国军队也参与了在阿富汗喀布尔机场爆发的战斗 德军无人受伤 此外 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苏海尔沙辛23日表示 美国和英国不会获得更多撤军时间 美军8月31日撤军是红线 否则可能承担严重后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